齐瑞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吧 一不小心拿了个消灌 今天齐瑞公布了自己的2月份销量情况 14.3万两同比是增长了37.8% 前两个月累计销量增长的就更猛了 比去年增长了69.5% 我简单扫了一眼 昨天比亚迪和吉利发布的销量 齐瑞这次居然是超过他们俩了 搞不好拿个月销量第一 作为自主品牌的老大哥 终于是扬眉吐息了一回 有网友说 齐瑞这次销量高 是因为出口占比很高 外国人不用过年 也就不存在淡季了 我觉得有一点道理 但是更重要的 可能还是爆款车型越来越多了 我举个例子 截图2月份是卖了接近3万两 同比增长了76.6% 是几个子品牌里面增幅最大的 这其中的增量 我估计绝大多数来自旅行者 接下来 齐瑞的牌还是很多的 首先就是刚上市的 艾卡03 去年银总说 不客气了 很多人以为说着玩了 结果艾卡03价格一出来 大家都说 齐瑞你是真不客气 后面还有好几款 风云的混动 星际元1T 解除了旅行者CDM 等等 我感觉 齐瑞你夺回自己的自主品牌 连销量第一 已经越来越近了 给大家看看